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望上看 斜眼鱿鱼 卡卡斯维 住在海洋里的若光区 阳光难以穿透 深海照射到那个区域 这鱿鱼的绰号来自它极为不对称的双眼 左眼会随着时间越长越大 甚至几乎是右眼的两倍大 研究软体动物的科学家推断 这种鱿鱼是用比较小的右眼望下看漆黑的深海处 而用比较大的左眼向着阳光望上看 很难想象的是 这种鱿鱼竟能够用来描绘基督徒 我们这些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 一方面要活在今生 一方面要带着雀距 等待未来的荣耀 保罗在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中 坚决主张 信徒应当思念上面的事 因为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 作为寄居在地上 等候承受天国永恒生命的人 我们用一只眼睛去注意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 但另一只眼睛却要望上看 如同这种鱿鱼的左眼会越来越大 对上头发生的事会越来越敏锐一样 我们也可以对属灵国度里上帝做事的方法越来越敏锐 我们或许还没有完全明白何谓在耶稣里活着 但当我们往上看就开始越看越清晰 您如何强化自己往上看的能力呢 您如何专心地思想上帝国度的事呢 我们要来到慈爱的上帝面前 求我们的主帮助我们能专心思想 一切和他有关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 在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的一到四节 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往上看 圣经说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 сос Α Thanh Eng multiple sings